大家好,欢迎收看大夫十几 今天香蕉和闹米粉分享一道美食 首先剥去香蕉皮切片 切好的香蕉片放入锅中,加两勺白糖 倒入适量的清水,小火烧开 加香蕉压成米 将香蕉泥到碗中搅糯米粉 搅拌成颗粒状 再揉成面团,加盖饧发顺粉中 将饧发好的面团取出来油状长挑 切成大小均等的面剂,再将面剂搓圆 将面团表面收入糖水,到芝麻碗中沾上芝麻 带上保鲜膜再饧五分钟 锅中倒入油 補充热时放入麻团,小火慢炸 麻团炸至飘起来的时候,再用勺子压下去,抓至金黄控油捞出 一道美味的香蕉麻团就做好了 吃起来外焦里嫩,酥软糯甜,喜欢就赶紧试试吧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,就要关注哦 感谢您的支持